這個講座是由香港官天會合辦的天文研究與發展的一個講座系列 今天是第五講話的最後一講 主題是《捕捉城市升空,深空天體》 主要是在香港做到的 主講的嘉賓是馮偉東先生 是我們香港官天會的會員 我們歡迎馮先生 謝謝各位 今天講座的名字是《深空天體》 我姓馮的 首先自外介紹 大家可以叫我Tony 我也是同一個普通男生一樣讀理科 在中學很喜歡數學和物理 最後我讀了電子 在科大電子工程碩士畢業 沒有讀到物理 在2016年期間 我開始玩攝影 買了一支新鏡 晚上視機 望上天空拍了一張照片 咦?為什麼有藍色的東西呢? 我上了一炒 原來獵戶座大聲雲 從此愛上了深空攝影 俗語所說 不能自發 接著 在2016年開始 我買了一些器材 買了一些書來看 原來是很難開始的 如果一個人的話 在2019年 有一些新的器材上市 也正式上課 於是 我在2019年 才開始真正拍攝深空 所以 那些資歷 都是很淺 幾年的資歷 整個講座 我都是以初學者 過內人的身份 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拍攝深空的經驗 其實這是一個專門的學科 天體物理學 去年我太喜歡深空攝影 滴起深桿 雖然一把年紀 但也報導了一個英國的搖距課程 Distant learning 一個碩士的天地物理學 課程 看看我們的內容 都很多 基本上分三大類 第一類就是介紹 器材的使用方法 和後製過程 第二部分就是 講我們的遙控天文台 會介紹香港海下的遙控天文台 和智利在南半球 有一個無光害污染的遙控天文台 第三部分 會有一些相片的分享 相片分享也分三大類 初階器材在香港拍攝的深空 和中階器材在香港拍攝的深空 最後當然是 我們在無污染的南半球拍攝的深空 第一章 《遺超遺妙的深空天體》 整個過程之中 我在這裡講講講 你們在這裡聽聽聽 其實未接觸的朋友 就可能未必明白 或者是有一點點沉悶 所以我盡量在每個章節之中 都加插一些深空天體 而這些深空天體 也是很多遺超遺妙 很多像實物 也都是每個相片 我裡面有些內容可以介紹 我有這個講座之後 我跟朋友說 《太陽館的廣告》 《太陽館的廣告》過來聽 他的答案就是 我怕睡著 所以我就回答他 你要多戴一件衣服 因為太陽館的冷氣都挺冷的 不要冷傷 希望大家不要冷傷 好 《形歸正傳》 首先我們先分享三張照片 聖誕樹星雲 是不是很像一棵聖誕樹 距離地球2700年剛年 剛年是否有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解釋一下 我給大家一個概念 月球把太陽光反射到地球 需要1.3秒 太陽光由表面到達地球 需要20秒 實際的數字就是9.5x10的15公尺 全部都是天文數字 可想而知 太陽和地球的距離 都需要8分半鐘 一剛年是一個很遠很遠的數字 第二張照片 《玫瑰星雲》 是不是很像一朵玫瑰花 這個也很容易拍攝 初學者很喜歡拍攝 想和大家分享多一個數字 就是視星燈 這些講的數字 因為我內容都有講 所以這些基本的參數 我想先介紹一下 視星燈5.5 5點半是相當之光的 我們人類的眼睛 視星燈6 最多可以看到視星燈6 再暗個6的看不到 我們全天最光的星 視星燈是-1.46 這樣可以負數的 我們的太陽是-26點幾 一般我們的深空拍攝器材 就可以拍攝到視星燈10以內 超過10 需要很長時間曝光 或者一些很美的天空 才可以拍攝到 《海豚星雲》 是不是很像一個海豚的頭 再跟大家分享一個參數 大小 35x35 你的相機 你的天文鏡 其實有個範圍可以拍攝到 我的鏡頭是400mm焦距 我的相機是533mc 整個可以拍攝的範圍 就是大概10至100個 中間 這個就是35 所以剛剛可以拍攝到 大小很重要 太小我們未必拍到 第二個想分享 是否看到這個十字光 這個十字光 就不是天然 後半部分 有些師兄也會笑 我們有個章節 都是講十字光的 深空天體 就正式入正題 深空天體是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天文攝影影 行星、木星 這個土星 有沒有聽上星期的 Michael Wong 哇 美得好像滑的 我也要有機會和他學習一下 拍攝這個行星 天文攝影影 全部都是肉眼看到的 而我們深空天體 大部分 即是千上萬的深空天體 大部分都是肉眼看不到的 肉眼看到的 我想都是一隻手可以數得了 所以我們拍攝方法 就要長時間步方 幾分鐘 即是幾分鐘 一張五分鐘 十分鐘都是很平常 而且把很多照片 在電腦裡 配合在一起 最後才能成長 深空天大致上可以分三大類 第一類 星雲 Nabula M42 即是好像我們這個 剛才第一個畫面 M42的獵戶座帶星雲 和旁邊的碼頭星雲 這些屬於星雲 第二類就是 星團 這個都是 肉眼可以看到的 M45 七姊妹星團 第三類就是星系 仙女就是星系 大概可以分三大類 問大家有問題 日後可不可以拍星嗎 誰說可以舉手 誰說不可以的舉手 答案就是可以的 日後只可以拍我們一顆星 就是我們的太陽 有時我和朋友聊天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日後的太陽 原來是晚上的星星 這是一個概念上的問題 好 介紹一下我們這三種類別 首先第一個就是 M45七姊妹星團 位於金牛座 金牛座都很容易變形 一個三角形的金牛座 隔離一堆星 就是七姊妹星團 肉眼可以看到的 時星燈1.5相當之光 一分鐘一張拍攝30張 就可以看到這麼漂亮 其實星團這些星 很少隔離有運氣 其中一張很漂亮 也是初學者整天拍的 M45七姊妹星團 第二張就是 M42聶戶座大星雲 很大 很光的 都是一分鐘一張 星雲很少一分鐘一張 這個是 少數可以一分鐘一張 千萬不要太久 太久 這裡會曝光 過度就看不到細節 其實聶戶座是很容易認的 冬季來說 最容易認的星座 三個星是腰帶 下面三顆星就是匕首 匕首 匕首中間的星就是獵戶座大星雲 我剛才說 令到我泥族心 不能自拔的星雲 最後就是星系 M31也是很出名的 M30億星系 據我理解 是唯一最大的星系 可以用普通中焦 我剛才說過 我的天靈鏡是400mm 其他星系 都很喜歡旁邊 M110 很小 很多都是比你更小 我很少拍星系 因為我們中焦鏡很能認到 這是其中一個 可以用中焦鏡 完全能認得到 甚至光角鏡也能認到 亦是相當之光 1分鐘35張 提起M31 我們會想到哈佛 一想起哈佛 就會想起宇宙膨張 一想起宇宙膨張 就想起 愛因斯坦的名句 在我的公式之中 加入了一個常數 令到宇宙政治 是他一生之中 最大的錯誤 其實這個講座內容 很多 我已經三減了很多 所以全部都飛進去 全部沒有講到 否則可能三個小時 都說不完 飛飛飛 全部都飛 第二章 改變由於規則的新器材 剛才我說過 2019年 我再重新再玩 深空攝影 有些新器材的出現 好 看看我們這個初階的器材 第一個當然是天文鏡 我再次強調 我們拍的東西是很暗的 我們需要大口徑的天文望遠鏡 這支是90mm三轉的初階 我們一般都會用8吋 當然越大越好 11吋、14吋都越大越好 但是要考慮一件事 除了金錢之外 也要考慮重量 如果你沒有固定的位置 你買一支14吋 基本上不需要考慮買 因為很重 你抬來抬去來 設置基本上沒有可能的事 所以如果14吋 如果你有固定的地方 你就可以考慮了 第二個是赤道儀 剛才我講過 剛才我沒有講過 因為我們地球正在自轉 赤道儀的目的就是 將地球的自轉抵消 因為我們長時間曝光 如果你不抵消地球的自轉 就會拉絲 第三樣就是導星鏡 導星鏡跟赤道儀一樣 都是抵消地球的自轉 導星鏡更加 導星鏡是一個閉環式的控制系統 ColdSlober 它會用一些星星做參考 逢是這些星星移到左邊一點 它就會通知控制器 叫赤道儀移到右邊 於是就可以修正任何 令到物體的偏差錯誤 所以導星鏡長時間曝光是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冷凍相機 我們整個深空拍攝過程 處理雜訊是相當重要的 其實我也再次講 可能整個講座不知道講幾次 我們拍攝的東西是相當暗 暗到怎樣 我們收集的光幾乎跟雜訊一樣 有時候可能比雜訊還低 所以處理雜訊是整個攝影的過程 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分了三次來處理雜訊 首先第一樣 所有的電子零件都會製造雜訊 但是在低溫環境之下 它的雜訊是低很多 所以我們的冷凍相機 一般我們拍照的時候會保持到零度 如果冬天甚至可以保持到負濕度 盡量把電子零件產生的雜訊 盡量減低 這是第一步 之後我們還會第二步第三步 處理雜訊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講的新器材 剛剛19年才上市 一個盒子 把所有線插進去之後 它有Wi-Fi訊號 可以用手機控制 全程用手機控制所有器材 以前沒有這個器材 用電腦 所有器材都插在電腦上 有一個軟件SG部 也挺難用 最後我放棄了 採用一個較為簡單的器材 最後一個 這個更加重要 在我們城市深空拍攝 光害濾鏡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大氣層有雲層 有微粒 一些污染物 我們城市的燈光 照著這些污染物 反著著鏡桶 就是成為光害 濾鏡的目的就是 將這些光害隔除 所以光害濾鏡在城市拍攝 是相當之重要的 或者我看看這個上面 這個初階器材因為不重 這個是尺度移 導星鏡 天文鏡 這個是紅色的冷凍相機 光害濾鏡就插在中間 因為重量輕 所以就用普通相機三腳架 繼續分享一下美麗的星雲 海鷗星雲 是不是很像一隻海鷗 一隻頭兩隻 這張照片 就是用兩張 在一起 我們俗稱模式 就是馬財蝦 魚頭星雲 是不是很像一條魚 IC1795 其實魚頭星雲 就是在心臟星雲下面的部分 這個心臟星雲 很大很漂亮 很容易拍攝 像不像一個心臟 IC1805 接著講一講濾鏡 其實濾鏡 初時我都覺得 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我有很多問題 所以濾鏡要花很多篇幅 在這個講座裡面講 首先簡單一點 我們先講一講彩色相機 用的拍攝濾鏡 後章節也有講一下 拍攝相機拍攝的濾鏡 更加複雜一點 彩色相機拍攝濾鏡 我們也可以分兩大類 就是星系 例如說M31 我們先讀了 以及星團 例如說M45 我們是七姊妹星團 這些發出的光 全都是星星發出的光 很光的 星雲很暗 星星發出的光 全光譜 紅橙黃綠青藍 全光譜 全光譜 所以我們這個濾鏡 你可以看到 一些曲線的圖 其實都很簡單 這兩個圖表都很簡單 突出來的部分 就是這個頻率的光 可以通過 不突出的頻率 就是不讓它通過 於說 你看到這些黃色的部分 黃色的部分 就是街燈的頻率 這個光譜 很清楚可以看到 街上的光 全部都可以 即是隔除了 成為一個城市拍的光害濾鏡 一個很有效 隔除光害的濾鏡 但是很可惜 現在好像 我們街燈正在用LED LED是全光譜 所以用Aerop 可能效果也不太好 接著講一講 第二類 彩色相機用的濾鏡 星雲 其實星雲 可以發出的光 只有三個氣體會發出的光 以下講的很籠統 大致上來講 分別有S2 HA 和O3 簡稱為SHO S和H 發出大概是紅色的光 而O 發出藍色的光 所以大部分星雲 我們看到都是紅色和藍色的 所以我們的濾鏡 很簡單 只要我們做兩條濾頻 只是藍色的光可以通過 只是紅色的光可以通過 那就OK了 所以我們叫這些濾鏡 雙濾頻濾鏡 第一 是兩條的 第二 很窄的 所以叫做雙濾頻濾 一般市面上 都很多的 其中兩隻就是 L Extreme 和今年先上市的L Ultimate 所有濾鏡可以放在一個 電動濾鏡轉款上 你用手機一刷 我想用哪個濾鏡 就可以選擇拍攝 又分享一下一些相片 招呼星雲M8 我19年跟Vin St. 一個全職的香港的 深空攝影師和導師 他曾經說過一句句子 M8就是上天次比初學者的一個因物 因為很容易拍攝 很大 很漂亮 上完三個小時理論課 接著去實習 基本上不用半個小時 就可以拍到 相當之大 相當之光 視聲等 1.5 3分鐘一張 歌聲未影聲雲 Phantom of the Opera Sh2 173 是不是很像歌聲未影的面具 我覺得非常非常適合 這兩隻眼睛這個口 我上網查歌聲未影聲雲 查不到 可能沒有中文名的 只是說我簡易握下去 第三章 擦攝的步驟 開始入正題了 怎樣拍呢 我們買了這些器材 這個中階的器材 一支八串 首先 我們要平衡 即將平衡錄調節 所有東西都很重 我們的平衡錄 移上移下 目的 將重心 放在赤道儀的重心中間 於是讓裡面的齒輪 不會受到很大壓力 現在市面上也有些不需要平衡錄 即是沒有最重的東西 非常方便 去旅行都適合 因為不用那麼重 第二 對極 我們的空間 也有一個 就是一按下去便可以對極 剛才我說過 我們要赤道儀的目的 就是抵消地球的自轉 地球這樣轉 我們赤道儀也要這樣轉 但有大前提 要兩個軸要平衡才行 香港在北半球 我們的地球自轉的軸 就剛剛指著北極星 所以你第一步 首先將你的器材 大概指著北極星 然後按裡面的 對極的設定 按照它的指示 微調的螺絲 令到最後 到終點 變成燒黑黑之後 便完成對極的動作 下一步 對焦 大家都拍照 按一下 對焦 零點一秒也不用 但我心胸攝影就不一樣了 整個天黑黑黑黑 找什麼對極呢 唯一一樣的就是星星 所以我們的對極方法 你聽起來好像很搞笑 就是拍很多照片 然後量度星星的闊度 那個直徑 最低的就是對焦 星星的直徑最小 於是畫這條曲線 將對焦環的數字 調節到這個位置 這樣就對焦了 你不要以為很簡單 其實需要時間 視乎你的鏡筒 天文鏡的光圈多大 好像F2 大光圈的 整個過程可能要兩三分鐘 如果你小光圈 比如F6 F8 其實F6 F8 都很常見的 在天文鏡裡面 每一張照片 你可能要30秒才一張 一乘20張 對焦的時間 是5至10分鐘 跟我們普通按相機 差很遠 做完之後 就尋找目標 我們地球 除了自轉之外 亦都是公轉 即是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這樣轉 所以我們每晚的天體 都是不同的 我們Air 都有過晚的資料庫 只要一督 他會告訴你 今晚可以拍到什麼 他都有很多資訊 比如說我們想拍這個 SH2115 原來是向北面的 他最高的時候 就在凌晨的時間 大概七八十度 七八十度 大概這裡 我們可以拍的時間 是幾點至幾點 大概八點鐘 可以拍到凌晨四點鐘 太低位度 我們不會拍的 因為光圈很重 質量會很差 另外有兩個最重要的資訊 就是 剛才我說的時升等 就是亮度 和尺寸 太暗的拍不到 太小的也拍不到 當你選擇了星體之後 整個尺寸移 就會指去那個星體 而且幫你做了Paste-off 什麼叫做Paste-off 他會拍一張照 比較他的資料庫 看看你拍的星體 是不是那個感光元件中間 要不然 他會不同重複 微調這個尺寸移 直至到最後一張照 和他的資料庫比較之後 在那個感光元件中間 這個叫做Paste-off 好 最後 可以按鍵拍照 看看畫面 我們設定了拍三十張 現在拍照第二張 第二張 只剩下94秒 這裡有一堆小小的圖示 可以設定整個器材 譬如相機 現在我們設定了零度 也看到一個長方框 好像心電圖一樣 其實這個就是導星鏡的圖示 你可以看到不停地 上上下下 其實導星鏡不停地 糾正尺寸移的錯誤 令到你的目標 永遠在你的拍攝元件中間指定的位置 這個導星鏡長時間曝光非常之重要 看到這個整個餅 就是電子類鏡的轉盤 這個就是冷凍相機 上高這個就是導星鏡 我們的Air 是紅色的 看到這個不是用相機腳架 這裏上高大大幅 都十幾二十個キロ 所以不可以用普通相機腳架 用一個專用的石膚兒腳架 接著可以拿回家後製 後製也有很大的蝙蝠 又看看我們的星雲 先介紹兩個很詭異的星雲 第一個就是巫婆星雲 是不是很像一個巫婆的頭 是星等十三相當之任 你有適合的雷鏡 還有天氣很清 上時間拍攝才可以拍到 我第一次看好像都很像女巫 也有一點恐怖 第二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都挺詭異的 靈魂星雲SG199 像不像一個頭 像不像一個身 像不像一個胚胎 我特意把照片調轉 整個胚胎 好像很詭異 相當之高 6.5 想等之大 五分鐘五十五張 第四張 拍攝前的準備功夫 好了 我們買了所有東西 首先第一步 我們要做的 就是要找個地方拍攝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地方拍攝 首選 萬宜水庫的東壩 我這張照片是去年拍攝的 基本上我進去 肉眼都可以看到一條銀河 記不記得去年有個藍組詞 就是藍眼淚 這些藍色就是藍眼淚 香港來說 我想最黑都是東壩 基本上 但是東壩有個不好處 私家車進不了 要坐的士 所以一個更加熱門的地方 就是北潭中的停車場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旅遊巴 好處當然是你開到車 直接可以在車尾設備 立即去開科玩 好多謝我們的事兵師 阿平哥 請你借這張照片給我 第三個就是火炭的下城門 水塘水壩 剛才我講講Vincent井 他實習通常都在這裡 因為這個是最近城市的 例如西九龍 開車過去大概15分鐘就到達了 雖然不是最黑 如果實習來說 都是非常不錯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在車尾 即是可以設置器材 整個心空拍攝 有很多時刻都很享受 我分享一下少少經驗 你按了一個按鈕 那個千人鏡 整套器材這樣拍攝 你可能拍攝兩個小時 三個小時 其實這個時刻就相當享受 我自己 我不知道其他師兄是否 七刻一片的夜空 密麻麻的星空 你完全可以感受到這個宇宙的神秘和美麗 還有一個 這個時刻都相當之重要 就是可以和其他師兄 師弟大家交流拍攝的經驗 正所謂吹水 這也是我一個很懷念的時刻 我現在比較少俗稱打游擊的拍攝 也有一個分享一下少少經驗 雖然和今天那個題目沒有關係 有時候我們約一些同學出來見面 很多時候都認不到對方 因為我們晚上一刻 基本上都看不到對方的樣子 原來是你啊 有很多時候日常見面都是這樣 好 形歸正轉 否則真的要 現時 繼續 其實也有很多地方可以拍攝心空 大嶼山、石澳、鶴咀 大美督 當然最好就是自己天台 下一張也會介紹海下一個遙控天文台 選擇好地方 我們有一個拍攝前的準備功夫 當然了 你要知道那晚才不適合拍攝才行 我們有一個app叫Key outside 這個圖表就是8月7日 看到23點即11點有機會下雨 而且低層、中層、高層層、全球 所有加上100個% 絕對不適合拍攝 其實香港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尤其是今年 我覺得最差都是今年 一月至六月 頭上半年 我覺得數了也不夠10萬可以拍攝 我覺得今年最差 然後就是要計劃一下你今晚拍些什麼 也有很多手機程式 例如Sky Safari Sky Safari有一個萬年歷 你可以輸入時間一期 顯示了當晚你可以拍攝 你也可以輸入你的天文鏡資料 和相機資料 簡直可以知道你拍攝的大小 但是我現在都比較少用 因為Air裡面都有這些功能 除了萬年歷 Air只是提供當晚的數據而已 最重要的是 拍攝前的準備功夫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分享一個慘痛的悲劇 有一晚去到拍照 有一個同好就很開心 有一支新鏡等了半年 終於到達 立刻拍照 他把照片射好 一按按鈕指向那個星體 一有整支鏡跌到地上 爛了立刻報廢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上不正條坑 雖然扭實螺絲 都跌了下來 所以為什麼我整天強調 拍攝前的準備功夫 一定要日光日白 日頭的時候 全部操作一次 拆拆陷陷 直至你很純熟為止 因為 剛才那個意外 第二 就算你晚上 我們禮而上 不會學白光 只可以紅光 你可以想像到 紅光之下 你看到的東西 其實都是夢查查的 所以再次強調 拍攝前 一定日頭做足 自己營業 拍攝幾次 試幾次 又分享一下 一個心空天蹄 科豆星雲 科豆在哪裏 原來這兩條 這張照片黃色的 不是紅色的 这就是下一条色盘 我在最后的环节会介绍 这个也比较深入一点 再继续 我刚才说过星团 我比较少拍摄 为什么呢 它又不是因为小 因为白了 一堆星白了 这里有一堆星白了 相比星魂 色彩丰富 没有那么怪异 所以我很少拍星团 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漂亮 我收拾完相片看完之后 哇 相当的壮观 太多星了 密麻麻 非常喜欢这张相片 我再次强调了星发出的光口光 所以一分钟就完成了 谢谢 你刚才那些讲过光时间 可不可以讲到什么语气 其实我都是独孤一美容一图 稍后你会看到 稍后我会介绍 你提了那个语气 那些人看那张照片 立刻想起那个语气 是显到你讲那些照片 然后才再出那个语气 就起码一回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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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样说 可能真的过时 我的目的 这些照片的分享 就是提高的趣味性 再次强调 今次的讲座 真的很皮毛 很难花时间很深入 介绍每一个器材的特点 那稍后我会介绍器材 其实我这些照片 都是用那些器材拍的 非常抱怯 我不可以每张照片都介绍 用什么器材拍的 基本上都不够时间 多谢你的意见 这个叫做皮黑林的三角 就是Pickering triangle 在天鹅座 天鹅座在这个下季 都是相当容易拍的星座 而且很多星体可以拍的 这张就是 一个超新星大爆炸的蝉蝉 面纱星云 其实面纱星云分三部分 上高西面纱星云 中间的Pickering triangle 还有下底拍不到的 东面纱星云 这张照片也是用两个的模式 就是两个马赛鸭 夹杂而成的 第五张 租用海蟹的天台屋 我们先看看 为什么我们租用海蟹 天台屋来遥控拍摄呢 看看我们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师兄 也以为自己拍摄的 这个星体叫做鱿鱼星云 相当之暗的 看看他拍摄数据 2018年8月拍到9月 接着上个月再补一点 可以看到了 刚才我说过 我们拍摄的星体 不是365天等着你拍摄的 一错过之后 你就要第二年了 所以有时拍摄的星体 如果像我们俗称的打游击 开车去 就需要很长时间拍摄 所以我那时 虽然初学 也有个概念 好不好租个天台屋 我们把器材放进去 就可以拍摄了 于是乎 Kelvin中我的同号 上网搜 搜到一个叫海蟹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海蟹的地方 去年发现 原来我们高高地图 都看到我们的拍摄比赛 12345个遥控天文台 对面其实是大小墓沙 深圳 南沙港 也很光的 城市的灯光 刚才我说过 30度以下都不会拍摄 也是这些原因 我们有个叫江海指数 波特尔暗空分类法 波特斯基 海蟹就属于5、6之间 香港来说 基本上算是最厉害的 刚刚没有 可以拍摄 当然没有1那些就没有了 其实海蟹就是 我们是不潭沖闸闸口再入 taken о车大概10分钟左右 而在西九龙之间 回到30至45分钟 需要入闸阶纸 我们是租客可以申请入闸阶纸 我还记得我和凯文 就特意约了一晚 去实地视察 看上天 我和凯文也没有出声 你眼看我眼 因为经纪在旁边 如果我们说 很棒啊 我们一定要抓 可能隔离这个经纪 不会跟我们说价钱 最后开价8千元,我们6千元租到,三个同学评分 每人2千元一个月,相当之划算 第二代遗控天文台,为什么没有第一代呢? 因为第一代用布膜搭建 我们的海峡向镇北部很大风,所以布膜没可能做到过天文台 第二代用冷气机的风槽和一些铝支架 用一个推拉杆,很简单,一对鹿轨,将上盖水平开合 有些手机遥控的Wi-Fi开关 设定好后,按键,整天晚上可以拍摄,我自己可以睡觉 第二天,下载一些数据,在家里面 看看初阶器材 相机是用SAMYON135F2,我推到最大光圈 彩色的相机,尺度2都是用初阶的EQ3 有导星镜和雷镜 雷镜没有电子雷镜转盘 所以人手换雷镜大概几个月一次拍摄不同的星体 控制当然也要用红色的Air 整套器材大概是2万元左右 有时我拍照放在网上,有人说 很漂亮很漂亮,请问多少钱? 通常的答法都是,钱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有没有地方拍摄和有无比的耐性 我下几张会再介绍 第六张 初阶器材可以拍摄的,深空天体 分享一点点照片 多谢,有人说一声 天空调色本 我初时拍都是说一声 红色、蓝色是发射星雲 蓝色是反射星雲 也有暗星雲 也有个星团M4 非常色彩斑斓 也相当漂亮 这个是用初阶器材 5分钟一张六十张 天空时铁盘也挺难拍摄的 要天很漂亮才拍摄 其实我也很建议初学者用广角镜 广角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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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角色 其实二百二下都是广角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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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这套器材 最初没有安导星镜 拍摄两分钟一张 如果你不放大来看 基本上你看不到拉斯 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对焦 其实这套器材也没有装电子对焦 几个月也没有对焦 所以广角镜可以容许错误或者偏差 比中焦镜和长焦镜 而且我们后製的时候 也可以将这些偏差修正 所以我挺建议初学者用广角镜 因为你兼顾的东西少很多 这个是一张过的 M42聂波座大星云 和旁边的码头星云 一张过的 这晚很清晰 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运气 两分钟 因为两个星云都比较光 50张 北美洲星云 NGC7000 这个也是天鹅座很出名 很常有人拍摄的一个星云 5分钟张70张 黄色的 用了黑阔调色本的拍摄方法 我在后製的时候再介绍 这张十二格马彩黑 分别一二三四乘一二三 十二格马彩黑 用电脑叠在一起 这张照片我想拍很久 因为天鹅很少 就是暖色是红色的加州星云 和冷色是我们刚才说过的 M457指摩星短 中间还有一个暗星云 暗星云其实不是星云力 其实是宇宙的陈埃中后面的光 吸收了 所以我们看到是黑色的 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这张照片 也是初阶以才可以认导 这个分为最重要 好 继续一些马彩黑的介绍 两张的照片 这个是海鸥星云 和很小的雷神的头盔星云 Soul Labula Hart Labula 拍完这张照片之后 你可以送给你的伴侣 You are my soul, you are my heart 是不是很浪漫呢 好 继续 银河 分左中右三张拍摄 可以很清楚看到 M8, M17, M20 这个猫走星云 龙鸭剑星云 很多星云都可以看到 这张三张马彩黑 我有一个师兄 Kyle Chan 陈一平师兄 他比较厉害 用了超过一百张 夹杂整条银河拍出来 非常之漂亮 第四、第五代的遥控天文台 为什么第二代有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 第二代的盖子 退后后面放不到 如果每个天文台都是这样拍摄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天台都很小 放了五台都没有位置 基本上都不可以放五台 所以我们有第四代 第四代退了之后 就省下很多位置 但是第二代和第四代都有一个缺点 你看到镜镜是摆斜的 平时接近归零的状态 对着不极星的状态 就不可以盖曳 不会拍到镜镜 我们一定要用闭路电视 看着镜镜 摆斜了之后 然后才可以盖曳 所以这个动作就不可以自动了 半夜三更加起床 看着闭路电视摆斜之间 才可以盖曳 或者天空光做这个动作 就不可以自动 于是最终第五代的版本 终于出现 像一个首饰盒 盖上来 就算这支镜 平时的状态 龟零的状态 指着不极星 都可以盖曳 换句话来说 就可以做到自动 因为很多 牵涉到很多定位开关 很多感觉 所以用了PLC Programming Logic Controller 来控制 其实就是写一个程式 Laser的输入是1 接着Laser的输出是1 一个程式控制 还加了一个功能 就是下雨感应 一 detect 到下雨 有些 rain detector 自动删盖 就不怕下雨 就碰壞你的器材 还加上时间制 6点钟自动删盖 于是就可以 按完一按钮 大教训 安走无忧 整个制作遥控天问题的过程 都是力尽辛酸 看到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 整齐罗斯匹电钻 最能够的 有些电钻 完全没有大型器材 辅助 一个箱 有几百个洞 要转 正所谓就是血汗 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三十多度大汗 臨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被蚊咬 其实那些都不是蚊 就是小时候 芝麻那些叫做蒙 比蚊咬更惨 咬完之后 第二天第三天 又红又肿 要三四天才消肿 整个过程 都有很多烤烤烤烤 我讲其中一个 有一次在拍摄途中 角外灵胸掉在那里 不上不下 要人手架回来 一时控制不到 整个几乎掉下来 会一样成为大灾难 幸好最后关头 把持住就没事 大灾难是什么意思呢 不单止那些东西都烂了 我可能都会受伤 因为很多时候 都是我一个人在那里做事 受伤真是大事 叫天不应 叫地不吻 所以整个过程有很多问题 陪惠在放弃与坚持之中 最后完成了第五个疑红天问题 好 看看第七章 中阶器材发射到的香港星空 先介绍中阶器材 中阶器材是什么意思呢 阶器材是否贵 中阶器材是否贵 中阶器材真的不是很贵 有些更贵 这个是中焦 中焦就是 刚才我讲的几百mm 8吋的RASA 它的好处就是大康圆F2 彩色机就是用533MC 尺度而CM40 导星镜 亦都有一个filter 当然都是用AIR来控制 有一个电子对焦器 有控制箱 抽湿机 电子蚊香 其实电子蚊香不是最后 我的经验蚊香最后是防蚊 亦都有带路电视 这个镜头设计很特别 大家看不到那支冷冻相机 原来那支冷冻相机在前面 在这里 于是乎就装不到电子蚊镜转本 因为整个银子那么大 如果你装下去 几乎遮住整个镜头 所以装不到电子蚊镜转本 所以我就几个月换一次那个蚊镜 但是我都很少换 这套器材 都是用彩色机拍摄这个心胸 看不看到这里有一只蜘蛛 其实我们的星云也有一个叫蜘蛛星云 但这支是真正的支柱 不是支柱星云 那整套器材 五万元左右 五万元其实我用了几年 更贵的器材都有 所以这个是中阶器材 好看一看 意大利粉星云 我们这个群组都有很多术语 有不能自拔的游戏 有一个新器材的魔咒 也有拍赌当赢 这个是相当致阴 我上网搜尋Google 上网搜尋 搜尋这个视线等 都找不到 只是一个很暗的星体 我尝试过拍几次 拍完之后 只有一个空 我看一看这个照片的拍摄资料 十分钟一张五十五张 成九格马才黑 也是三格成三格的马才黑 接电月成 总部当时应该38个小时 还没有算失败的 算不算失败的 有50个小时 如果你没有遥控天文台 你可能拍几年才拍得到 这个我相信 就比拍到当赢很多 当然比起一些外国没有光害 拍摄的星体 还差很多 第二个 也是一个非常暗的星体 原来这个星体叫做 SNR Supernova Remminant 一个超新星大爆炸的残验 偏好 G65.3加5.7 1977年才被发现 我也是用九格马才黑 拍摄的时间 其实也不太多 18个小时 所以有很多Loyce 我用软件按下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接受到 我们的心控拍摄是很特别的 你今年觉得时间不够 明年可以再拍摄 后年再拍摄 18个小时 28个小时 加到你满意为止 所有东西都可以加在一起 拍摄清醒的时候 我上网搜索的时候 想想一下 我好像拍银行的时候 那时也曾经有一个 所谓的空 我翻查了一些资料 原来我拍银行 这张失败了 左中又夹不回来 左边那张真的有空 初时我以为是灰尘 我还想把鬼走下去 后来看到 原来那时我也拍摄 这个超新星大爆炸的残验 相当之暗 这个也是北美洲星云NGC7000 但用九格马才黑 用中焦器材拍摄的 看到那个细节 多了很多暗晶云 这个也是网上一般的拍摄方法 没有星星 和用黑布调色本的拍摄方法 M78 暗晶云 暗晶云其实都很漂亮 很多暗晶云都是很漂亮 中间有暗晶云 虽然它的主体很小 可能只有十个压力 但我们看旁边的暗晶云 运气也是很漂亮 那M78我为什么要看呢 其实很出名 它是一个列布座的反射星云 藍色光 原来我们的超人 和超人战士的光之角所在地 原来就在M78里面 第二套更加出名的 是来自《星星的力》 都闻晶男主角的星球 KMT 184.05 原来就在M78里面 那大家快点学习拍摄的星体 好 第八章 《秦天摄影》 当我有这个遥控天文台之后 我有个构思 可否跟这些星文表 全部拍出来呢 首先我尝试是M字头 M42 M31 全部M字头 也有很多其他星文表 NGC IC 因为SH2全部都是星文 我说过了 星文非常之色彩 有很多奇形怪状 M字头 我尝试过 很多都是星团 星系 星系很小 我拍不到 星团全拍了 不够星文色彩丰富 当然 星系都可以拍摄得很漂亮 不过我中阶电影才没有拍到 第二 就是北半球可以拍到 我们香港属于北半球 完全全部都可以拍到 还有一点 三体那个不是很多 你不跟ICIC 有过晚过 如果你想找过晚几钟 我今晚找一下 拍哪个星 可能都够了 拍不到 三百几个很容易找 而且 它顺序 小数字在年头 大数字在年尾 譬如现在 八月尾 我们上半晚 可以找SH200附近的天体 下半晚 可以拍SH200左右的星体 很容易找你的目标 最后一个冷门 那为什么冷门是一个优点呢 那我稍后再介绍 一会派发 我今天会派发这张爱补 2022和2023 那如果大家想要 我稍后可以走的时候拿一张 好问题 我不知道哪一张是2022 2023 还有呢 我也怕应该不够快 不要紧 我稍后再说 我也有一点点 后着 那2022和2023 应该没有2024 因为剩下那些天体 都相当之小 我中招的器材 除非我升级到长招的器材 好 我们来看看 一些SH2系列的星星 这些都是我初时拍的 我第一次看 哇 什么古灵精怪的怪物 从来没见过 真是古灵精怪 是不是 SH263 和SH2126 大蝶虎座星云 我从来没见过 古灵精怪 很多都是超新星大爆炸的残验 其实都可以做一些科幻小说的封面 很漂亮 要讲讲这个SH284 都是我去年开始拍的时候看 拍完之后 上网搜索资料 一看 网上的细致 色彩都好像没有我这张那么丰富 好像突然间有一个很大的成功感 所以为什么说冷碗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一个对初学者很鼓舞的作用 所以SH冷碗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初学者来说 第九章 冲出香港 又是Kelvin Kelvin Jones说有一天和我聊天 喂 南半球其实有遥控天文到去的租 基本上我们聊了两句 很快就决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南半球 sorry 是智利 不是南半球 因为智利就是在南半球 我们香港北半球 北半球拍不到南半球智利的星空 所以基本上我们很快就决定了租 第二它是1,500米的高山 气温适中 不会热 也不会像香港那么潮湿 我们的冷凍相机可以弄到-10度 甚至-20度 那它的波涂性 噢 Come on 一 Excellent大世界 洗出来 看一看我设定了GPS 零的Cloud 全部零 没有机会下雨 在香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光业画面 看一看现场的一个天空360的镜头 没收拾过 Viu-time 即时 整条银行可以看到 那这张也做了我智利的照片 那个Signature 看不看到有个月光 因为没有光害 但是没有污染物 就算有月光也没有污染物 反射一些光害过来的 有月光照拍 一年三百二十万青天 我不知道是真的 在它的官方网站拿下来 但是我相信也是 香港十分一都没有 我想 另外我们国内也有很多 遥控天文台 很有云南 但我相信也没有那么多 三百二十万 也很感谢我们的同好问过 他也有出席 一夜颠到 他上班的时候 他可能也没有什么做 我懷疑 不停地按键拍摄 很感谢他 那我就助响其成 下载资料是自己收拾的 那我就助响其成 一年九千元美金 这次是四个同学 除分开千多元一年 比海霞更便宜 但是我们就要 买些器材混过去 看看我们的高阶器材 所谓高阶器材是十二寸半 一支十二寸半的天文镜 2541mm 这次是长焦 二千多mm F8 相机用全蝙蝠 GHY600M 黑白 一会再介绍 为什么用黑白 Paramon ME2 尺导尔 也装了所有类镜 分别是SHO影声云 LRGB影声系 和声团 一会再介绍 除了主镜之外 也有个副镜 副镜是200mm 广角镜 F4 亦都是用全蝙蝠的相机 但是用彩色的 这个不是副镜 这个是网上描述出来的 副镜不是那么大 很幸运 很幸运 刚才我说过 我们要买器材去智利 我们很幸运 当地有个租客 他觉得12寸盘 太小了 我要升级 21寸 整套器材 我们帮他买了 第一 可以省回一些钱 因为是二手 第二 省分很多运费 我们不用搬去 整个过程 就透过照片 和email 联络 其实我们唯一担心 你是不是骗案 大哥 大辣辣 大辣辣 好幸运 最后都落实了 看看现场环境 现场废路电视 你猜哪支是我们的镜子 哦 Come on 几乎是最小的 原来智利很出名 很多大学 实验室 或者业续事件师 都是租用智利的天文镜 二十几寸很平常 掃描天空大学的研究 或者拍摄深空的天体 我们亦都用了SG Pro 一个专业的软件 我们遥控当地的电脑 然后控制所有器材 第十章 南半球智利的星空 第一章 当然是 我们香港拍不到的 大小蜜月龙星系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星系 不过是一个不规则的星系 我们用一个库镜 看不看到 没有用雷镜 是不是很厉害 因为《及星国江》 没有江海 可以不用雷镜 以前我不要说实际做 想都没有想过 不用雷镜 大蜜之轮星 上下两张 细蜜之轮星 就是一张个 大蜜之轮星 每一个星都是一个星云 好像这张N70 亦都是一些大质量的星星 在生命终结之前 它将外围的物质 抛射去太空 成为了一个行星撞星云 行星撞星云 行星撞星云的行星 其实跟行星没关系 看到了 但是默子轮星 在这个点 就是N70 相当的美 简单说 一个星空调色盘 智利的天空调色盘 漂亮很多 细节多很多 比香港拍摄的 我们用了九格马赛克 三乘三 拍到旁边的 南马头星云 南马头星云 相当之 我拍过几次 只是拍到一只眼 最近我们有个师姐Niko 不知道今天她有没有来 她在香港拍所有的 南马头星云 相当之美 等一下如果她来 请教一下她 如何拍摄 没有光学的环境 其实撿照的时间都省很多 基本上很多照片 我们都花很少时间 基本上都不用撿 因为一拍完照 已经是这样 谢谢 创生之处 创生之处很出名 1995年 我们的哈佛太空望远镜 就公布了一张照片 这张 相比之下 28年前 哈佛太空望远镜 这张照片 跟我们现在 咦? 除了深浅色 好像差不多 可以知道 我们现在民用的科技 那个器材 有多先进 讲一讲 哈佛调色盘 趁这张照片 1995年 哈佛太空拍摄组 其实哈佛太空望远镜 是黑白机 它是用不同的液体 拍摄了 刚才我说过 星云的SHO 拍摄了三组的黑白照片 然后就用电脑接合成一张彩色照片 如何接合呢? 就是分别 S投射去R 是红色 HA投射去绿色 O投射去蓝色 那就是SHO投射去RGB 那自此以后 我们用这个方法 拍摄的照片 我就叫做哈佛调色盘 所以哈佛调色盘 有一个特色 是黄色的 红色的地方变成黄色 好 讲完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讲一讲黑白相机的类镜 因为牵涉到我们要讲的东西 都要准备很多 黑白相机 为什么我们用黑白相机呢? 黑白相机和彩色相机的分别 就是我们每个像素 每个屏素 原来彩色相机 上高有个叫做彩色类镜阵列 分四格 其实都是一个RGB 红色、绿色、绿色、蓝色 有一个这样的类镜 那我们黑白相机呢 就没有的 剔除了这个类镜 于是乎 全部光 可以晒到黑白相机上高 黑白相机其中一个好处 可以拍摄更加暗的星体 第二点 刚才我们说过 星云不是没有绿色的 咦? 你有两个拍绿色的 就浪费了 其实也是浪费了 所以黑白相机 可以拍摄到更加多的细节 为什么我们用黑白相机拍摄呢? 的原因是 但是黑白相机有个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拍摄每一张相机 都拍几次 譬如星云 SHO 我们拍三次 譬如拍摄星星的光 我们用LRGB 要拍摄四次 拍摄的时间 比彩色相机多几倍 说一说 黑白相机 用的类镜 同样可以分拍摄星在星团 和星云 拍摄星在星团 我们用LRGB 分别是四个类镜 看看这个图表 这个图表就不是一个类镜 拍摄到 是四个类镜 叠在一起 方便介绍 这个频率 这个范围比红色经过 这个范围比绿色经过 这个范围比蓝色经过 这个范围比蓝色经过 黑色就是亮度 拍摄就需要拍四次 看看星云的类镜 刚才说过 星云大致上 可以有三种气体 会发出光 就是HAS2和O3 同样 这个图表是 三个类镜的图表 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拍摄星云 用黑白相机 分别用SHO三个类镜拍摄 其实我们哈勃的色盘 就是指定星云 用黑白相机拍摄 的方法 拍摄出来 就是变成了黄色 看看这张照片 龙弹星云 亦都是一些质量大的星星 在生命终结之前 它将外围的物资 抛射到太空 看看这个也是用 哈佛调色盘拍摄的 但是我们后制的方法 有少少不同 不是用SHO 而是用HOO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现 S的信号几乎是没有 如果搭了照片 就不好看 所以我们用HOO 是什么意思呢 红色用HA 蓝色和绿色分别用O HOO投射到RGB 这张照片有几个部分 想说 第一 看看拍摄资料 10分钟60张 乘以SHO 三个雷镜 那我们没有用S 星云 就10分钟一张 而星星呢 就是2分钟一张 那我们这张照片 是星云和星星分开拍摄 刚才我说过 星星是全光谱发出的光 如果我们用星云 SHO 三个雷镜 收集的光谱 来配合做星星的光 那有些频率看不到 所以呢 我们呢 星星的光呢 就用拍摄星团星系的雷镜 LRGB 这里我使用了RGB拍摄 也可以看到 因为星星很光 所以我们的曝光时间 两分钟就可以了 星云主体 就用10分钟 也都讲一讲 十字光 这个十字光是真正的十字光 不像我那些后制加上去 那为什么有十字光呢 其实很多镜筒的设计 中间都有一个镜片 这个镜片需要一个支架 支撑 其实这个支架 就是星星造成一个瑕疵 其实这个瑕疵是相当之美的 令到我有时候 初初学的时候 有时适合的地方 我都特意后制加了一些 十字光和微字光 那有没有留意 我们的韦帕望远镜 它的光是六字的 因为它的镜片是六字的 好 继续看 像不像一个怪物 吞併一个星星 其实这个是时差 这个CG4 距离我们地球一千三百光年 我经常形容几千光年 是隔壁街 这个星星就距离我们一亿光年 这张照片又是要讲一讲 中间似不像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 我觉得非常之似 无论角度 长度 非常非常之似 再次概探宇宙的美和神秘 这张照片非常之美 有暗星云 第十一章 后期制作的过程 和平时拍照不同 我们深空摄影所有照片 不厚制看不到 市面上也很多 都不是很多 好像只有一个 而是免费的 另一个PIPX 就需要付钱二千多元 但相对于二万多元的器材 二千多元是绝对值得投资的 因为这个软件 是专于为深空拍摄而写的 投资不仅钱 亦是投资时间 我在2019年 上Vintern井的课 才可以很快地掌握到 这个软件的操作 看看 其实我们这个系统 在没有光进来之前 它本身都已经有很多习信 所以我们需要准备一套习信 分别是Bias、Dark和Fact 时间关系 不可以很详细地说 简单来说 长时间曝光 打灯之下 准备了三辑的相片 这三辑相片就是 在没有光源之下 你的系统的习信 当我们踏上之后 那个软件就知道 哪些是习信 哪些是光 你想要的 就把它剔除了出来 刚才我说过拍摄很多张 也是 我软件会知道 哪个是信号 哪个是习信 在很多张比较之下 就把不要的信号 全部剔除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步 将杂水剔除的步骤 跌完相片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哦 终于可以看到我们拍些什么了 你起手机 拍一拍一拍 其实你都不知道 拍到什么 踏完相片之后 终于看到轮角了 经过很多的步骤 这里很大的蝙蝠不会说 而且要先上课 基本上 你不要一个小时 我想十个小时 都说不完 第三个小时 用软件处理习信 我们有些步骤 就将习信再处理 将线性转为非线性 然后很多步骤 推光推红 做很多步骤处理 这个相片 一般我会将我们的半制成品 分开猩猩和主体 接着扔过去Photoshop 里面收拾 当然这个收拾 上手法是星云 Photoshop 我也是用Camera Raw 因为Photoshop 就是加Layer 做很多动作才可以做到 Camera Raw 简单很多 我也是用Brush的功能 哪个部分想推光 哪个部分想颜色更丰富 哪个部分想模糊化 很容易用Brush的功能 可以做到 最重要是Photoshop 加上自己的大名 签名 想说一说 其实后製执照的过程 你的电脑要求很高 在叠照的过程 我中阶的器材 不是全片副相机 执照你的照片 是全片副相机 很大圈子 首先一张 在叠照的过程 它会产生很多暂存档 暂存档 在说是128GB 需要的硬碟储存量 而且搭的时间也很久 很多时候我都是通宵 有电脑 走它自己搭照 速度要求也很高 在分开星星和主体的环节 是需要用到 显示Cut GPU的速度 所以我最近都升级了 由1050 升级到4060 为什麽呢 因为 整理你的照片 这个步骤 差不多用了整个小时 升级了之后 就几分钟完成 所以不升级都不行 所以要求速度 无论速度 显示卡 或者硬电 那个大小都要求很高 好了 说一说 如果你深水清 你会发现 通常香港拍的照片 是彩色机拍的 你刚才不是说黑白机 才有黑白调色盘的吗 是呀 没错 所以 其实香港拍的照片 叫做FORCE SHO 艺的黑白调色盘拍摄方法 不是硬件造成的 是厚制的时候 用软件造成的 那我们看看 将半制成品 星星和主体分开之后 我们首先把它拆分成RGB 然后用一条方便 做了新的G 新的R 再变成RGB 看到了 咦 真的好像用硬件 制造那个 Hardwood 调色盘拍摄方法 但是呢 就有个好处 省很多时间 大哥 香港可以拍摄的星空 不是320万 还是32万 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用这种方法 就不是说不行 你拍摄的时间 会很久 要很有恒心 所以我比较 没什么恒心 比较难 用彩色机 用后制的方法 用一个FORCE HO的方法 来后制这个 黑白调色盘 为什么这样做呢 大家可以看看一个比较 这个是没有用FORCE SHO 哇 好巧合 的拍摄方法 这个是用了的 大家可以看到 无论色彩 细节 背景 云气 全部都相差很远 所以一般我拍摄之后 都是会用FORCE SHO 来后制 那大家看到了 咦 为什么是红色的 你不是说黑白调色盘 的拍摄方法 是黄色的 是的 没错 我有时候 就会把黄色的部分 推回到红色的 其实都是 约定组成的 那我们网上 很多这些副片 我都是跟大队 这个红色好一点 这个黄色好一点 其实我都是跟大队 约定组成 另外 香港拍摄心空 执照是非常之重要 香港就是 你得到的数据 那个讯号不是太多 第二 你得到的讯号 不单止不是太多 而且很多是集讯 你不是说 一个无光海污染的星空 所以香港执照 是相当之重要 几乎重要 比你拍摄的 跟人聊天 很多时候都问 喂 你这样搞来搞去 究竟你的新闻的真正颜色 是什么 我也是一个初过 几年经验 其实我不是很有资格 回答这个问题 分享一下我小小的天地 其实呢 我们所有的新闻 肉眼看不到 就算你用望远镜看 都是黑白的 顶多都是看到少许红色 或者少许红色 如果你真的看到彩色 麻烦你告诉我 你可能 不是地球人 绝对是没有可能看到 那么灿烂的彩色 全部都是用电脑推出来 和长时间曝光才有 但是 那不是假的 又不是 事实上 它真的是这个频率 真是红色 真是蓝色 所以这个颜色不是假的 唯一一个假的就是 黑白的颜色盘製造的黄色 就是假的 但是也是 它有它的原因 为什麽 就是这样做 就是了 约定逐实 黄色原来也是很漂亮的 我的见解是这样 不知道大家接不接受 《骷髅头星云》 我看了很久 都看不到怎样是骷髅头 可能要大家很有想象力 才能看到 或者很远可能看到 有没有留意一下 这个星云是绿色的 刚才我不是说 星云很少绿色的 很多同好 也都将绿色特意剔除了 我特意保留 少少绿色 因为我觉得有绿色 这张照片更加色彩丰富 Diamine ring in space 像不像一个钻石戒指 拍了之后 要来求婚 限分很多 同样 都是一个 和太阳质量差不多大的星星 在终结之前 将它的外围物质 抛射到太空 成为 那么漂亮的蓝色气泡 长焦 2500mm拍摄的星系 可以有很多星系 可以拍摄到 判人马座A 草母星云 第十二章 《兴趣事好专业》 我说过了 整个深空拍摄过程 很多地方都很陶趣 其中一个地方 就是我收拾完相片之后 上网找资料的时候 上网找资料的时候 也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地方 1054年7月宋朝 宋史的天文字记载 一火如此明亮的天体 原来那时候 这个是超新星大爆炸 那时候宋朝 日头都可以见到 一颗很光的星 原来是一颗超新星大爆炸的星 那就光了几个月 距离地球6500光年 以每秒1500公里膨胀 膨胀了差不多1000年之后 终于我们可以拍摄到 这个M1蟹状星云了 那我们先看看拍摄资料 那我很少用长照 这个长照1200mm牛反10寸 仪式中用黑白相机 用真正硬件的SHO拍摄 那有人跟我说 宋朝的人就好了 可以亲眼看到超新星大爆炸 又不是 看看 日本这个版本公一 2023年5月19日 发现M101 有个超新星大爆炸 那个编号就是 SN2023 它是一个大质量的星星 爆炸之后 将会成为一个中指星 或者是黑洞 好多谢Kelvin 又是Kelvin 好多谢Kelvin 借这两张照片给我 看到了 他去年3月拍摄的 没有星光 上去拍摄 零零摄摄有一个光点 超新星大爆炸 所以把握机会给大家 马上听一买气才拍摄深空 我相信还能说一次 它会爆几个月的 在我撿自理的照片里 120张 咦 有一个光点 其他119张都没有 成像的一张都没有 会不会 2023年5月19日 Toni 凤发现一个超新星大爆炸 原来不是 放大张照片来看 原来 是一个人造卫星的轨迹 它刚刚在这个位置 发生了太阳光 进入了我们的镜头 我也想到 我们这张照片拍摄10分钟 有什么可能 超新星大爆炸 10分钟可以完 对不对 所以 讲一讲 在叠照的过程 很多这些轨迹 最近这几年 我们Ethan Mars 弄了很多卫星上太空 飞机的轨迹 有三条线 人造卫星的轨迹 是一条线 你踏上之前 每张照片看过 都会发现 很多轨迹 踏上 它会自动把这些轨迹剔除了 在最后一张完结之前 我很想多谢几位 第一位 就是香港观天会 他致力推广天文事典 好像搞这些活动 第二位 就是香港业余天文协会的第一任会长 陈祝乐前辈 好多谢陈前辈 给我有一个机会 在太空馆跟大家演讲 第三位 当然我经常提及的 九分钟 他带我去海峡 他带我去智利 最后一位伊法森 他是我的中学同学 整个过程 几乎他比我更紧张 很多谢他的帮忙 也很多谢很多 我买幅有限 多谢他 你打张明 是 Wincent 他说 19年带我再投入一个深空拍摄 最后一张 最有耐性的一群 我说 你这群人很特别 等几个月 等一个无魂的晚上 等几个小时 坐在旁边等他拍摄 拍摄完之后 坐在电脑面前 又等几个小时 撿相 好了 订了一些镜头 又要等一年 我知道Rasa鏡 等了一年 等到脚都长了 很多出名的银河都要等一年 新产品上市 直到到你手 又要等 我常常都形容这群人 是全世界最有耐性的一群 我都说过 我拍完相片 很多时候摆上網 我会发表一些感受 我想分享下一篇贴文 拍摄期间 一位长者 预重心长的问道 为何那麽无聊 拍摄一些续不到看不到的东西 你得到的只是一个影像 而且这些影像 网上已经有很多很多 比你的环绕漂亮很多很多 花那麽多的金钱时间精神 倒不如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吧 我回答到 哦 哦 杀那的人生 相比百多亿年的浩瀚宇宙 短暂得好象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没有留下半点痕迹 那还谈得上什麽无聊 什麽意义呢 长者带着一点疑惑 却率有所思的 呃了一声便慢慢离去 那从这个贴文 或者同这些讲解 都很大个question mark 这班人这麽奇怪 为什麽呢 为什麽花那麽多人力物力精神 那长者都好像说得很对 都好像很无聊 为什麽呢 哦 除了一个字漂亮之外 不是 整个过程呢 你完全可以感受到 宇宙的美 和神秘 那最近我亦都有一些身体验 亦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个师兄 刚才我说 用百多张照片 整条银河拍摄出来的那位师兄 Carl Chen 陈一平师兄 他最近 上了去乌鲁木齐 参观一个天文台 遥控天文台 原来这个天文台 明星天文台 发展了十多年 原来现在呢 他有几百个星星呢 是由他命名的 所以呢 除了硬件和远景的提升 拍摄美丽的心胸呢 完全不是一件难的事 那我也都希望呢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香港人 可以有一些星星 是由我们香港人命名的 推广 那我都常常强调 我说年资很浅的 那只有几年 那我很多师兄呢 比如说泰天风 啊 Tommy姐啊 十八路井啊 他最近呢 在YouTube上 在一个天文论坛 拍摄了很多视频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第二呢 我们的文师兄 今天没有出席 他在Facebook 创立了一个波特尔六的星空 波特尔六 其实是讲香港 那他非常之鼓励 我们香港拍摄的心胸天体 上去网页的 第三位 哎 又是Cavin Jones 那他呢 真是不为余力 在WhatsApp 成立了一个渔船大光灯关注组 保护我们香港紧如的星空 希望不会被渔船大光灯污染 如果有时间 大家可以上网 查查8月5日的文汇报的报导 头版篇幅 报导这个渔船大光灯的污染 那我经常都说 这个是一个专业 天体物理学 那说真的 我一百年多 报导这个天体物理学 只是纯粹为了兴趣 那这个科学 如果我们用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 以外发现背景微波幅射来计 其实这个学科 就是几十年的历史 那虽然这几十年 就发展得很厉害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新的学科 很大的潜力发展空间 很大的研究空间 所以我寄望年轻人 如果真的有兴趣这个学科 要尽早投入这个学科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所以我很希望 多谢那句 我知力不是很多 希望在学校推广这个心空视频 整个构思都是萌芽阶段 很希望明年有些实际的人工同 可以在推广到学校 其实我绝对知道 推广深空视频 推广天文 绝对不单止这班师兄 可能在在各位 也有很多背后 如果我说不到的 就请多多包涵 完结的时候 我想用John Lennon的 Imagine一句歌词 来完结我的讲座 I hope someday you will join us 多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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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问题想问冯先生 可以举手问问题 有没有观众想问冯先生问题 您好 你好 我想问 我看到你那张 帖子的器材是 RASA 再加L-Extreme 以我所知 在这么大的光圈下 其实也会有很多 编曲 那你会如何去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帖子 因为一张帖子是A2尺寸 里面有64格 每一格都很小 千万不要放大来看 明白 明白 所以我中阶的器材 有很多瑕疵 有机会提升我的执想技术 以及提升所有器材 才有机会 可以没有那些瑕疵 还有可以问多个问题 我自己也有用A2尺寸去拍摄 但是在 有时候 有时候它会被炒掉 那它对不正 但是它的时间 也会不断 就是 它的时间不断 去到零 之后 下一个 又要等多十多小时 其实 你会 有没有面对过 这个问题 就是炒掉了 那个 它就已经不能再 去做多次 我试过一次 就是 俗称 俗称 其实我有 因为蝙蝠所眼 咳掉了 其实我的铁文是说 撞坑的 也挺忧惑的 一晚 只会转一次 除非你扔在那里 它就不断地转来转来 撞坑的 我就 很幸运 也试过一次 还没试过 讲及你其中的经验 所以 看你的 经验 或者拍摄 很多时候 都要照顾 尤其是 在中天 拍摄 那一刻 你也要照顾它 有时也有很多 它拍摄完之后 转了 所以 有时 半夜 隔起身看 拍摄完之后 是不是还在拍摄 也有少少拍摄的 可以随便问问题 我最多不会回答 我想问 例如 刚才说 在城市拍摄 那些情况 但问题是 如果你有城市 有些街灯 你用了L Pro 那些 你又想拍摄 那些 又要拍摄 那些 你要插两块 还是不可以这样做 两块 在一起 不 L Pro 就把街灯 剪掉 那些 又要拍摄 那些 不同的 Aero Pro 其实主要是影声系 和声团 声 雙贼 雙贼 主要是影声 可不可以同一时间去做这件事 不行 还是 你可以试一下 其实 你将两批照片 集在一起 两批照片 不能同一时间 这样做这件事 你不可以两块雷镜一起 对 那你拍完一批 雷镜就拍第二批 分开来 但是我的经验 两个性质源不同 我也说过 声是声团 是声星的光 全光谱很光 是 声韵就是三种气体 SHO 和很暗 所以基本上都是两大类 或者我可以这样回答你 刚才我不是说过 智利的照片 是分开主体 和声星拍摄的 我不知道你是否这个意思 就是分开来 对 分开来 然后将它叠上 就是将口制的时候 将它叠在一起 就是声韵就用SHO 像我们的字来说 所有声星的光 就用LRGB 拍摄 然后在口制的时候 叠在一起 没有观众想问 冯先生的问题呢 如果没有 时间都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 有吗 Sorry 香港很多人拍很多美好的照片 被白野公闻到你们口 口窒窒 其实 你拍照 你只要隔一段时间 再拍第二幅照 在两幅照的比较里面 就可以找到新声 找到变声 有些新的天体 你们可以明白它 譬如那张新 你们拍到那张 五一零一 是 召唤性大爆炸 其实在凯凡那张照片里面 可以找到痕迹 你可以将这张照片的痕迹 划分给研究 这个课题的天猫家 绝对同意 因为有些 Pinova 是先拍大了 因为它是推一些物质 到外面 所以我觉得 拍完照以后 不要拍一次就算了 要多拍一张 隔几年 再拍一张 然后在两张照片里面 比较 你就会找到很多 科学上有意义的物质 绝对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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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希望 此刻也会有些 星体是由香港人的命名 多谢各位听听你的讲座 这个讲座其实是 这个讲座系列 天文研究发展的最后一讲座 下次就要 同一系列 要明点才讲的 多谢各位 谢谢